hello 大家好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龙马的一幕普通关啊 只用两格道具 那么这个打法的话一共看三个点啊 其实其他的点都可以靠基本功把握 因为龙马这个角色他确实是厉害 他这个前冲杖啊 完事就是金鱼精跟青狮还有牛神这三个点时间不够用 金鱼精属于一个小难点 完事之后青狮跟牛神属于大难点啊 就是你连一秒钟溜达的时间你都没有啊 难到这种程度 但是金鱼精这边好一点啊 因为毕竟我鹏哥那里还有木可以补回来 这边守清兵啊 清的快一点 清兵很关键 清兵清慢了 你打金鱼精的时间就不够用了啊 然后就是大概用两个木吧 应该是用两个通目桩 这一波炸蟹哥用一个 然后直接把boss给引出来 先存能量 存好能量之后过来直接把boss给引出来 通目桩连打boss带清兵完事之后 两个木啊 打着一个场景 然后给一个通目桩 存能量 直接起波动 金鱼精这里就是一个基本功啊 最好是一条能量能抓两 波动穿过去扎回来再起 存能量扎倒 往右一跑 存一下能量 然后想打平一平一接前冲扎 然后起波动没扎着 前前踢平一平一前冲扎 往右一跑 扎回来平一平一前冲扎 这里平一平前冲扎的话是为了多凑一点伤害啊 多凑一点伤害可以少打一个少抓一个 抓一个也是时间 其实正正经打的话我看一下他 他这个呃前面清兵的时候啊 清的挺快的时间应该是会有鱼啊 应该会鱼个三四秒那样感觉 再继续存能量 再起波动 打鱼哥这里的话 还要看鱼哥的脸啊 就是鱼哥一直给你遁地的话 就浪费你时间 晚上之后他不遁地 起身让你扎他就省时间啊 扎你看是吧 起身让你扎 然后再扎一下 遁地了 遁地好 扎存能量 起 起抓这一下的话 呃他起身了之后啊 晚上之后你看跳下前拳 这就是没遁地 没遁地就没怎么浪费你时间啊 再起抓 哎呦我去 这我这个计算能力不行 人家不止是鱼三四秒的时间啊 鱼得还挺多啊 后边青狮跟牛神 这个打法的青狮跟牛神 算不上哪个难哪个简单啊 都是大难点 就是他俩 难度差不多啊 差不多 都是很紧透啊 他这个鱼哥打得多少有点轻松啊 啊 这边来到了青狮场景 青狮场景是整个场景 一共是九十九秒的时间 清兵必须得快 清兵清慢了 你打你打青狮时间就不够用啊 龙马打青狮就是就是 那么多时间 你抓都是隔膊洞 中间什么时候用一个 玄冰斧应该是呃 往左拉屏幕 然后把兵给清掉 这是玄冰斧 然后就是一条能量抓两个 一条能量抓两个 中途不能有问题 有问题时间直接不够用啊 这边非常着急清兵 呃 幕府这个打法 因为没有定 所以说打完大数 在七十八七七七六秒左右啊 前前踢 前前 哎 被打了一下 雪杀 你看七十七秒 是吧 没有定 有定的话 能打到一个八十二秒左右 八十二八十一秒的 大数 这样的话 你就只剩七十七秒的时间 连清 清师前面这些兵 然后再 打清师啊 七十六 然后卡兵是不可能的 卡兵你没有时间卡 完事先把这个 爆炸的箱子给他打掉 然后 最后一 最后一波兵的 最后一个 一定得贴住右板边打 然后你这样往前跑 然后再扎回来 存能量 直接起波动 然后起雪杀 再起波动 最后一个 你打完最后一个兵 你如果不处于屏幕的最右边 不让往左拖屏幕啊 然后再给 再给起一个波动 然后雪杀打一下 然后给玄冰虎 玄冰虎是 玄冰虎是为了把这个 小兵给清掉啊 没清完 这边扎倒 存能量 雪杀卷倒 存能量给青师落位 再扎一下 然后继续存能量 能量没起来很难受 再扎一下 存能量 然后扎 存能量 起波动 青师很听话 没变小 变小他很难受 然后这边直接一个扎 一个波动 这个扎着了 就抓他 如果没扎着 就直接抓 没有没有时间等啊 你说我确定一下 我扎着了 没有 我没扎着 没扎着的话 我就等一下 一等能量就掉了 能量就掉了 第二个抓不出来 时间就不够了 就是这么紧 时间就是 就是这个节奏 一直都是这个节奏 一段就拒绝 难就这么 就这么难 存能量 然后直接起波动 然后起身 前冲扎 接波动 前冲扎 然后你看 他撇大刀 撇大刀 然后咱打不着他 直接波动 抓他 再继续存能量 扎一下 然后存满能量 直接起波动 抓 然后扎一下 起波动 你这一条气 一条能量 没抓了 时间就不够 这边抓了一个 再继续存 吐了一口火 青狮的话 大概吐一到 吐两次火左右 你还能过 青狮如果吐三次火 或者是青狮变小了 就没了 不要看着时间还多 青狮又吐一次 青狮打完 青狮打完之后 还要继续再堵三秒多 基本上是四秒 然后往下一扔 五秒 你看 零秒过关 压哨过关 但是那个零秒 是刚跳到零秒 这边来到了牛神场景 牛神场景 这里必须得有六个通目装 你说我前面 哎呀 我前面感觉有个地儿危险了 我用一个通目装 行不行啊 对不起 不行 89秒见牛神 不然时间就不够 六个通目装 少一个通目装 你手清一下兵 时间就不够了 而且打牛神的节奏 要非常非常好 就是 你就是完全处于一个 嗯 雪沙 抓一下 存能量存满了 马上打就抓 就是你存能量存满了 他溜达一会儿也不行 就是你的能量 要刚刚存满 刚刚好你的能量存满了 然后你正好他过来了 你就打他 完事之后 再接抓 平A前冲渣 补一下伤害 平A前冲渣 可以多打一丢丢伤害 凑一下 上去直接就存能量 跳中 咱们直接存满 存满能量 他刚好过来 你看 打 完事之后 再起波动抓 就得是这个节奏 你存能量的时候 他过去打你 影响你了 那不行 那你时间就不够用了 完事之后 你存满能量了 他不过来了 然后他溜达了一会儿 你得找他 那也不行 总体来说 就是说 你要一边打 一边要控牛神 跟你的相对位置 控到一个 你刚好存满能量 他过来的 这么一个点 早了也不行 晚了也不行 空不好就拒绝 这边往前撞 给一个玄冰虎 玄冰虎就是这个 调整节奏 用的再往前撞 雪沙打一下 直接起撞 然后这个牛神 提前引了一次 提前引了一次 还好 如果牛神提前引两次 基本上就没得过了 提前引三次的话 就是 你就可以提前退出游戏 你不用玩了 就是他到达400血量之前 引了三次 他第三次引的时候 你就走 你直接就一个退出 就不用打了 就是 牛神站这不动 你也过不了了 然后牛神上天 引身好 波动躲 完成之后过来 平A接前冲渣再抓 一定是平A前冲渣 要不然最后的话 你需要 就是说 你前边的伤害 打的这个平A前冲渣不够 你需要多抓一个 你可能多抓一个 时间也就不够了 然后血量够的时候 可以血 也可以血沙躲 躲隐身的吼 如果 如果那个 血量不够的情况下 就是他这种 这种是属于一个 极限控能量 这一条能量 又能躲隐身的吼 又能抓他一下 刚才血沙往外卷 然后再平A前冲渣 起抓 刚才血沙往外卷 是空下牛神的位置 你打这个打法 你必须得会 空牛神的位置 要不然打不了 然后再血沙 存满能量 扎一下 一个抓 直接带走 好了 很精彩 很厉害 这个牛神的位置 空的非常棒 那就非常感谢 大家的收看 咱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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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